下届所的二位直居在台北地间所持续在您关心进华城的最新情形 而在今天早上又会再提讯一人 是李文森还是沈庆金都有可能 我们持续在现场为您来掌握 而在昨天检方是提讯的人 是柯文成还有洪正山 虽然现在案情是逐渐明朗 他们每一个人说的公词都是关键 因此现在检方就是要交叉比对 但是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是柯文成 从10月1号拒绝提讯之后 隔了15天后 首度来现身 而这一次他的样子比照不一样 我就要透过手板要来带您看到的 这就是他昨天下球车的情况 当时他走下来大家都有发现说 他这次是没有戴眼镜的 是隔了2.5小时的应讯 结束之后 这一度在媒体镜头前面出现 他有发现说他又把眼镜带了回去 那除此之外 他们现在讲的都是关键 每一句话 是认还是不认 都是现在检方要来交叉比对的 而另外其实外星集团的主席 沈青金的爱将朱雅虎 是现在为一个坎城集围的战压被告 但是他是不服 是他认罪嫌伤还是被激压 因此他现在也提起了 看到焦灯高院来做出裁定的结果 看看会不会再度来开激压题 另外还有一个要来带您关心的 就是因为金华城弊案 检方是认为说这20%的违法 容积奖励是不法利益价值 是达到了111亿 因此现在是扣押了金华城的土地 但这个让顶月公司是非常不满 您认为是影响了庞大股东的权益 因此现在是提起了抗告 再加上他们是认为说 自己不是当初申请容积奖励的人 那下一步检方院方会怎么做 我们持续在现场来为您掌握